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秋进江南 草未雕 二十四桥 明月夜 欲人何处 娇吹萧 济阳州寒绰判官 七言绝句 汤渡牧 青山隐隐 水迢迢 秋进江南 草未雕 二十四桥 明月夜 欲人何处 娇吹萧 没想到在杜牧这里 诗还可以用来调笑朋友啊 前两句比较正经 渡牧先回忆了江南的秋景 青山隐约浮现 绿水悠悠长流 江南的深秋 草木还没有凋零 后两句就带上了玩笑的口吻 明月当空 此时此刻 朋友你在二十四桥中的哪一桥上 教歌女记唱能吹消作乐 流连忘返呢 把韩绰一个大男人说成欲人 真是很搞笑啊 其实 这种善意的调侃 也透露出杜牧对杨州繁华生活的怀念和向往 不知道韩绰看到这一首时候 有意的小船会不会说翻就翻呢 你也对了 你当然听着别的 在大雨里的你 你也对了